开饭了 喵喵喵 老师我吃完了 白雪 你怎么不吃呀 我 我 白雪 你给我回来 喵喵喵 我吃完了 老师再见 白雪 你给我站住 老师 我真的吃完了 不信 你看 真的吃完了 难道是我看错了 小猫 你怎么出来了 原来是给猫吃了 白雪 你真是太过分了 给我写五百字的检讨 我这个就给你妈妈打电话 白雪妈妈 白雪一直不吃蔬菜 你看怎么办 白雪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快把蔬菜吃了 蔬菜太难吃了 我才不要吃 真是气死我了 白雪怎么变成这样了 仙子阿姨 我有办法 让白雪吃蔬菜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白雪 吃饭了 哇 好多肉啊 凯莉 谢谢你 白雪 我已经和仙子阿姨 和老师说好了 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他们再也不管了 耶 太好了 凯莉谢谢你 我的肚子好痛啊 快救救我 医生 白雪是怎么了 白雪是太挑食了 吃了太多肉才会这样的 这几天只能喝粥吃蔬菜 什么 我不要吃蔬菜 白雪 你就听医生的吧 要是不吃蔬菜 还会肚子痛的 天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早知道 就不挑食了 看来 白雪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挑食哦 我们下期再见 吃下来 我们下期待